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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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新搭档首次同台借用了拜登的家乡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一家中学体育场作为场地 77岁的拜登赞扬哈里斯有经验有时机 让他当副总统人选是正确的选择 还说两人准备好重建美国 哈里斯做女性加上少数族裔的身份引发全球关注 而在致死当中 他先向女性的决心与努力致敬 随后立刻火力全开 批评特朗普应对疫情不利 使得整个美国从经济到医疗乃至于下一代都在危机当中 现在话题要请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先生为我们做进一步的点评分析 宋先生早 宋先生我们看到这一次是由加州的参议员哈里斯来出任民主党的副总统参选人 可是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先是说他很意外 接着就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哈里斯言行的讨厌 到底特朗普在打什么算盘 实际上特朗普这种失态的表现恰恰说明他对哈里斯的极度恐惧 哈里斯这个人其实也是比较有传奇性的一个参议员 他其实和拜登的子女是有一定的关系 另外和特朗普本身也是有一定的渊源 这个人实际上是政坛的老手 作为参议员来讲的话 这都是美国的人精 所以的话他的这种实际政绩其实很多人都是很知晓 而且他的整个工作经验确实也是让人很佩服 那么这样一个人如果要是帮助拜登的话 特朗普能不起迹败坏吗 不仅如此 那么哈里斯其实他还有双重的身份 一方面来讲的话 他是女性啊 女性作为副总统在美国历史上可真的是不多见 这种情况如果变成了现实 将会对拜登的选举将会带来极大的帮助 这是他的一层身份 而且作为特朗普来讲的话 在女性选民里面 他的威望是非常非常之低 所以选择一个女性的副总统候选人的话 对于拜登的民意支持将会有更大的提升 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就是在美国国内 现在是社会矛盾不断 这个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哪 实际上就是体现在种族歧视 那么作为拜登来讲的话 选择了一个黑人的女性 恰恰又是平息了种族歧视里面的一个关键矛盾 所以你看无论是女性还是黑人 恰恰是在扫数主义 包括种族歧视问题上打了一张好牌 不仅如此 哈里斯这个人说为什么神奇呢 就是他的父母其实一个是来自于亚马加 另外一个是来自于印度 实际上这样一张牌又是在打印度牌 印度实际上是在美国国内很多的地方 比如在硅谷都属于是精英阶层 所以你看特朗普为什么也不断的在打印度牌 也就是要讨好印度籍的美国人 所以你看作为拜登来讲的话 他选择这么一个人 哈里斯的话 既可以讨好印语的美国人 又可以讨好女性 还可以讨好种族歧视里面的少数族裔 所以这个选择还是比较恰当的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威胁 你看特朗普现在的总统搭档 副候选人也就是彭斯 他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 所以如果选择哈里斯的话 在一场公开公正的选举过程中的话 确实会为拜登拉很多的选票 非常谢谢宋先生的点评分析 美国民主党以及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即将登场 而且都会以网络会议 以及电视直播的方式举行 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有专家指出 下周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将会是拜登的竞选搭档哈里斯 向选民介绍自己的绝佳机会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今年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将会通过网络和电视直播的方式举行 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白宫 或者在宾州格里斯堡接受提名 北卡罗来纳州政治学教授赫伯里格指出 上一次没有清零党代会现场的 美国总统是罗斯福 在1941年二战期间 他以战时总统的身份 通过广播发表了竞选演说 如果特朗普要在白宫发表竞选演说 专家表示这可能存在法律挑战 所以我们没有见过 受到网络的声音 或养联网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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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系的 克伯里格表示下周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会是拜登的竞选搭档哈里斯向选民介绍自己的绝佳机会 民主党在几个月前就开始为线上 举行全国代表大会进行准备 但共和党直到上周才宣布会议也将会改为线上的方式举行 特朗普不会出席大会 不过赫伯里格指出 虽然在活动的筹备上民主党更具优势 但是共和党代表大会的时间晚于民主党 因此可以吸取更多的经验教训 凤凰卫视王宾如王天一华视论报道 美国媒体在12号披露 总统特朗普考虑在11月大选之后 替换国防部长埃斯珀 不过白宫表示目前没有内阁人士调整宣布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 特朗普曾私下表示 他打算在11月大选后替换国防部长埃斯珀 而埃斯珀已经告诉亲信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 他都打算离开 这意味着如果特朗普竞选连任失败 埃斯珀最早将在特朗普明年1月离任前 两个月左右离职 消息人士称 特朗普的人士主管迈克恩蒂 正在制定可能的人事调整 报道指出 特朗普对埃斯珀感到沮丧的原因是 埃斯珀在关键问题上没有公开捍卫他 包括在俄罗斯悬赏驻阿富汗美军事件上 以及埃斯珀6月公开反对特朗普 动用现役军员应对抗议的想法 白宫发言人12号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人事变动宣布 而现在对选举后或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的人事变动 进行推测也不合适 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 为国家服务是埃斯珀的最高荣誉和特权 埃斯珀清楚自己的职位是由总统委任的 一位接近埃斯珀的匿名官员表示 埃斯珀将致力于在特朗普允许的时间内继续任职 凤红卫视王佑佑白帆华盛顿报道 休息一下回来看环球焦点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2号致见古纳瓦德纳 祝贺他就任斯里兰卡外交部长 王毅在贺电当中表示中私友谊 远远流长 近年来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工作成果 两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守望相助患难情谊进一步加深 王毅指出中方始终把对私关系 放在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 愿同古纳瓦德纳外长共同努力 加强两国外交部门沟通协调 全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推动两国真诚互助 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不断迈向新台阶 泰国新一届政府内阁12号宣示就职 并且将会在13号举行第一次会议 在总理兼国防部长巴育的带领之下 新一届内阁成员12号前往曼谷的绿宝宫 向国王瓦吉拉龙宫宣示效忠 新内阁当中包括副总理 财政部长劳工部长等 共有6名新成员加入 受到了疫情影响 泰国的经济下滑 甚至威胁到政局稳定 巴育希望新的团队能够顶住 示威活动的压力重振经济 当天也是泰国的王太后 施力级的寿臣 华吉拉龙宫和王后 前往大皇宫内的 玉佛寺参拜之后 夜间走出皇宫 接受民众参拜祝贺 泰国日前有学生示威活动 公开提出改革王室诉求 遭到总理巴育批评 行为越线 白欧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成功连任引发反对派上街示威 更爆发了激烈警铭冲突 邻国立陶宛在12号主动出面斡血 连同波兰以及拉脱维亚 期望充当白欧罗斯政府 与反对派之前的调停人 立陶宛总统脑赛达表示 与另外两个邻国 波兰和拉脱维亚达成共识 准备好在白俄政府 与反对派之间进行调解 希望以和平方式 缓解当前局势 脑赛达提出三点方案 要求卢卡申科政府 停止对示威者动武 释放被捕的示威者 并组建一个包含民间人士的 全国委员会寻找解决方案 同时警告 如果白俄达不到要求 三国就会考虑发动制裁 卢卡申科的主要对手 反对派总统候选人 纪哈诺夫斯卡亚 早前已经逃到了立陶宛 而当天在白俄首都明斯克 就有数百名 以白色衣服为主的妇女 走上街头示威 他们捧着鲜花 手牵手组成了队伍 高举胜利的手势 抗议总统选举结果 及控诉警察暴力执法 有示威者控诉选举舞弊 希望通过和平方式 表达对公平选举的诉求 形容自己投下的一票 遭到偷走 更浪费了26年的光阴 及卢卡申科执政的这些年 对于连日的示威冲突 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认为 示威者的主力 其实都是罪犯及失业者 他敦促失业者 与其上街 倒不如找份工作 认真讨生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这也是他首次接受 华语媒体的专访 他表示伊朗不会和美国谈判 无论美国大选谁上台 对伊朗的敌对态度 都不会改变 德赫甘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 想通过威胁施压 逼迫伊朗和美国谈判 帮助他自己胜选 但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 川普谈黑 青春自 rarena comics 我生气がコ disks 私人感動し 自然的 自然 自ker 自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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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的学科 但他跟说 无论谁当美国总统 其是对伊朗 并没有什么不同 最近美国战机威胁伊朗客机 德赫甘认为 美国正在寻求制造紧张局势 在疫情之下 欧洲绕过美国制裁 开通XDEX贸易结算机制 为伊朗提供伊朗援助 但德赫甘说 这个机制并没有用 欧洲没有能力对抗美国 德赫甘说 和协议的未来 取决于欧洲 富豪卫视 李月正卡木森 德海南报道 黎巴嫩被鲁特港口去 日前的大爆炸案 至今事故的起因 仍未公布 法国总统马克龙 12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邀请俄方参与援助黎巴嫩 而到访当地的 德国外长马斯 则是代表德国 向黎巴嫩红十字会 捐助100万欧元 作为人道援助 大爆炸过去一个多星期 黎巴嫩出动军队 向灾民分发粮食等救济物资 不过有灾民就不满粮食 只足够一个星期使用 而且分发程序混乱 令人愤怒 大爆炸的起因 至今仍是一个谜 在有视频 披露事发一刻的惨况 一家医院的大唐 一刹那间遭到摧毁 医院大门口的群众 发觉情况不对 急忙逃生时 已经来不及 医院房间内的情况 更加触目惊心 玻璃窗飞拖 天花倒塌 碎片横飞 育婴房也是一瞬间被毁 幸好婴儿床上 当时并没有婴儿 出事的圣乔治医院医疗中心 距离爆炸现场1.3公里 伤者事后逃到医院外的空地 等候救援 不少人血流满面 惊慌失措 一共有4名护士 12名病人 以及访客 在爆炸中身亡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一批建筑材料 12号运笛贝鲁特 用来兴建移动仓库 以便分发5万吨小麦粉 和谷物给灾民 估计足够灾民 使用3个月 大爆炸造成 约30万民众 无家可归 鼠方指出 当务之急 是要尽快恢复港口的运作 里巴嫩看守政府则表示 目前面粉储备 足够供应4个月 没有短缺危机 另外 德国外长马斯 到访了 里巴嫩他把一张100万欧元的支票 交予当地红十字会 作为德国2000万欧元 人道援助的一部分 他之后到贝鲁特港口 大爆炸现场了解情况 然后再与里巴嫩总统奥恩会面 马斯表示 国际社会将尽力协助 里巴嫩重建港口 但里巴嫩日后成立的新政府 需要坚决打击贪腐 并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 以赢回民众的信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全球新冠肺炎的累计确诊病例 已经突破了2070万例 死亡人数突破74万 美国的确诊病例突破530万 死亡人数达到了16万8千多人 巴西的确诊人数突破312万 超过10万人死亡 俄罗斯新增5000多人确诊 累计确诊突破90万人 卫生部表示首批的疫苗 将会在两周之内推出 而欧洲则是爆发了第二波疫情 西班牙 英国 法国等地的 新增病例都明显上升 印度的疫情仍然严峻 累计病例接近240万 超过47000人死亡 而菲律宾的疫情也正在蔓延 单日的确诊人数接近4500人 南非累计确诊56万多人 有超过1万1千人死亡 伊朗官方指出总确诊人数 已经超过了33万 有1万8千多人死亡 俄罗斯在12号表示 第一批新冠疫苗将会在 两个星期内推出 面对包括美国认为疫苗 没有经过严谨的测试 俄罗斯卫生部长穆拉什科 回应表示 外界的质疑是毫无根据的 他保证疫苗安全可靠 俄罗斯卫生部长 俄罗斯这一款命名为 卫星5号的疫苗 不仅受到外界质疑安全 以及效用 就连莫斯哥的临床试验组织协会 也敦促卫生部 推迟批准疫苗面试 直到完成所有的临床试验为止 不过卫生部长顾问 格拉戈列夫强调 早期测试以及临床数据 都显示疫苗的风险 评估是正面的接种疫苗的风险 明显低于感染新冠病毒的后果 刚刚我们说了 这次俄罗斯的疫苗 是以过去太空竞赛的 苏联人造卫星来命名 据报现在已经有20个国家 预定这支即将生产的疫苗 总数超过了10亿剂 但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 疫苗安全研究所所长薩蒙就批评说 俄罗斯这么做真的非常的冒险 因为资料显示 这款疫苗的首阶段临床测试 上个月15号才结束 38名志愿者全部都获得免疫 而第二阶段的测试是从上个月13号开始 在这个月的1号完成 可是临床试验要分为4个阶段 据说俄罗斯在昨天才刚刚启动了 第三阶段的人体试验 有2000多人参与 所以就连本土专家都质疑 到底疫苗是否真的有效 再来关心美国的疫情 美国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530万人 死亡人数也超过了16万8千人 但是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统计 大部分地区的病例曲线 已经趋于平稳 确诊率也持续降低 全美单日新增病例连续三天低于5万宗 联邦政府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一周新病例 比前一周减少近13% 死亡个案也同比减少约4% 大部分地区的病例曲线已经渐趋平稳 甚至开始下降 同时全美确诊率也持续降低 七天来已经减少至6.6% 不过德州在11号总病例突破50万 全国当天也死亡近1100人 是周一死亡人数的两倍多 据各地政府统计 近期出现的不少社区传播案例 都集中发生在重启的餐馆和酒吧 统计显示 各别地区的确诊病例年轻化 肯塔基州7月底的新病例中 有三分之一年龄在19岁以下 临近开学 越来越多州份与校区考虑采用网课教学 《政治报》网站周三公布的民调显示 近六成受访民众反对完全重启校园 略微高于上个月的数字 但也有家长和学生对远程授课表示担忧 而几个月来坚持恢复实体课程的新泽西州州长莫菲转变立场 在12号签署行政令 允许州内各学校自行决定是否采用远程教学 安全程度没有达标的校区不得安排实体课 凤凤华卫视陈立南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看两岸三地消息 未必经济地区12号出现入讯以来最强降雨北京河北多地的道路积水 交通受阻 首都机场也有超过200个航班要取消 北京市一度发出了暴雨橙色预警 直到13号凌晨2点35分才解除 北京迎来今年入讯以来最强降雨 接连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暴雨橙色预警 洪水蓝色预警 雷电黄色预警和大风黄色预警 并从12号中午开始浦降大道暴雨 北京市关闭了11家市属公园和山区景区105条公交线路停驶 北京中心城区入夜之后与市家具 一些地洼路段和立交桥出现积水 抢险人员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有现场应急人员表示 大部分路段的积水深度为20至30厘米 而在首都机场方面 受雷雨影响截至12号下午5点 在当天的861架次计划航班中 已经执行了476架次 取消了211架次 在河北方面 宝定 雄安 西南部 石家庄东部等地 有302个站点路得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 其中邢台 邯郸等地有27个站点超过了100毫米 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 在邯郸市城安县 城区多个路段出现积水 当地交警部门全员上岗 引导车辆和行人通行 在丰丰矿区 截至12号上午 已经路得接近100毫米降雨量 路面积水严重 城管工作人员打开排水井盖 加快积水排放 邯郸气象部门预计 这场强降雨将持续到13号夜间 除了华北地区 四川盆地西部到13号 有持续性暴雨或大暴雨 未来一周 强降雨天气频繁 在四川绵阳 暴雨在11号 导致安州区部分乡镇水位迅速上涨 一些村庄的道路 桥梁和房屋被淹 多户居民被困家中 消防部门使用橡皮艇 分批次转移群众 11号下午1点左右 安州区安昌和新刊宴 部分核堤出现垮塌 相关部门和应急救援力量 展开抢险工作 并转移安置群众 12号凌晨1点多 51户121人全部转移安置 目前对受损核堤的 现场处置工作 仍在进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中国新冠肺炎的病例数字 内地在11号新增确诊个案25例 其中境外输入16例 新疆本土有9例 当天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 其中有12例都是境外输入 现存的确诊个案当中 仍然是以新疆最多 其次是辽宁上海等地 香港新增62例确诊 当中有61例是本土感染 另外在有4人不治 累计的死亡人数达到了63人 而台湾新增1例输入型个案 一名男子前往菲律宾出差 10号回台确诊 今天凌晨香港机管局发稿表示 从8月15号 也就是本周六开始 到10月15号期间 从中国内地机场出发的旅客 可以经由香港机场转机 或者是过境到其他的航点 但是要从香港前往中国内地 各个目的地转机 或者是过境的服务 现在还是不行的 而且旅客还是要遵守 从6月份开始 香港机场恢复转机 或过境服务的加强措施 包括旅客必须是 以同一张机票预约 由不同航空公司集团运营的转机 或者是过境航班 旅客也必须办理登记手续 而且持有两成的登机阵影印本 另外在行李上也必须要贴上 这个往目的地的一个行李标签 而且无论是转机或者是过境旅客 都不可以在香港机场停留超过24小时 香港特区政府12号严正反驳 日本跨党派联盟就香港国安法 及香港立法会选举安排等事情 发表错误及不恰当评论 并对此表示极度遗憾 翻演员表示香港特区政府 窒息日本跨党派联盟 是由30位日本国会议员 以香港国安法为借口成立的小组 特区政府对部分日本政客 在缺乏对一国两制的充分了解 和事实根据之下 以偏颇言论干涉中国内政 及香港特区事务表示非常失望 香港与日本在商贸旅游文化等多领域 有紧密关系 特区政府敦促相关联盟成员 以客观持平态度处理两地关系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表示 全国人纳朝委会决定香港第六届立法会 延任不少于一年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市民人身安全 生命安全健康安全的关系 对香港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和改善民生的支持 为特区政府和香港各界全力以赴抗击疫情 免除后顾之忧入入强大信心 文章表示推迟香港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明确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职 不仅是核县合法合理之据 也是香港集中精力抗疫的必然要求 去年修例风波已经令香港经济遭到重创 如今新冠疫情更雪上加霜 因此集中精力控制住疫情 才能让市民恢复正常生活及出行 为香港恢复经济改善民生创造条件 文章指出面对新一轮疫情 中央政府积极协调 向香港市民免费提供核酸检测 尽最大可能帮助香港抗击疫情 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及时做出相关决定 也必将为香港集中精力抗疫提供有力保障 香港各界当务之急是抛开区分求共队 让香港社会早日重现生机 凤凰卫视综合报导 接下来把镜头转到台湾 台湾竟有哪些焦点新闻 把时间交给台北站记者彭诗婷 诗婷早 我先早 大家早安 首先我们来关注联合报的头版消息 检调侦办立法委员集体贪污案 在时代力量前主席徐永明的住家 收获了300万台币的现金 徐永明声称这个钱是向台湾交通部长林佳龙寄来的 台北地监署上个星期五就秘密前往第三地 就训林佳龙 据了解两人的说辞有出路 检方怀疑有内情 目前正比对金流 而林佳龙也是这一起立委集体收获案 第一个遭到约谈的部会首长 同样也是联合报的消息 台湾官方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限制出入境 随着疫情趋缓 7月中开始开放两岁以下的大陆配偶子女 可以申请入台 经过各方的陈情台湾官方昨天宣布 两岁到六岁的大陆配偶子女也能够申请返台 据了解有532名学龄前的陆配子女可以全家团圆 至于六岁以上求学阶段的子女 家属希望能够赶在九月新学期开学之前回到台湾 最后来关注的是今天台北站的采访重点 对于台湾官方开放六岁以下的大陆及子女可以回台台湾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奥今天上午会召开记者会呼吁 应该要紧速全面开放 让其他一千多名六岁以上的陆配子女也能够回台 田伦的团聚不应该沦为绿营的政治筹码 另外来看到的是再过两天高雄市长补选投票就要登场 国民党中央今天也持续打绿营贪腐的议题 上午会召开记者会呼吁高雄市民拒绝贪腐的民进党回归 希望能够炒热蓝军的选情 或许消息台北站会带大家来掌握 将现场交换给韦杰 好的 谢谢师庭带来台北站的重点消息 接下来带您关心财经消息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救新一轮疫情援助的讨论 仍然陷于僵局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认为 目前经济处于复苏的道路上 只要针对注资有需要的地方 无需大规模刺激 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认为 要将援助资金交给国民 支援州和地方政府才能够成功抗议 保持经济复苏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欣颖舒佩洛西指出 除非白宫同意民主党提出的2万亿美元方案 否则他不愿意回复磋商 国际金价在周三反复回稳 美国国债收益率从高位回落 美元扫幅偏软 为贵金属价格带来一定支撑 成交最活跃的纽约12月 迄今在2月份创下近7年的最高跌幅 之后出现回稳 收报每盎司1949元美元 为升0.14% 现货金则是触及了1863美元附近的 接近三个星期低位之后出现反弹 并且收复了1900美元关口 至于股市方面 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三是全线大涨 科技类股再次成为领头羊 带领大盘走强 具体数字方面 道全司公院指数收集在27976点 涨了289点 涨幅为1.05% 那萨克指数收在11012点 涨了229点 涨幅为2.13% 标普500指数收在3380点 涨了46点 涨幅为1.39% 详情请看纽约站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们来看华尔街股票市场 在星期三的走势状况 星期三三大指数早是高开高走 全天都是高位盘整 盘中的时候呢 标普500指数还一度上探历史新高纪录 收盘时三大指数升幅略被有所收窄 但是还都是量力上升左手 主要是五盘之后 传来民主党拒绝与财政部长孟努钦进行沟通 并且表示两党之间在资助计划的具体内容上 不同意见还是仍然相差甚远 所以对受贿与经济开封之后的一些行业类股 邮轮股金融类股呢 都是受到了一些抛压呈现弱势 对大盘产生一个拖累 不过科技类股今天是表现相当的亮丽 那么主要是脸书公司 亚马逊公司 奈飞公司升幅都超过1%为1.9% 而字母表公司上升2% 微软公司和苹果公司升幅都是分别上升3% 那么特斯拉公司升幅13% 主要是昨天收盘之后 他们表示将会一股变五股进行分股 所以吸引了很多投资人进场 同时那是十年偿债的收益率 呈现一个反弹 显示资金从债券流出 进入了一个证券市场 石油价格则是呈现2%的升幅 主要是美国的石油上个星期的库存 出乎意料的大幅上升 所以收盘是42块一桶作收 同时黄金价格持续受到投资人的抛售 显示一种获利回头刨牙涌现 下降1.13% 1924.41盎司作收 总来说华尔九高市场 在星期三还是比较乐观 投资人是看好一些表现 比较好前段时间低幅比较大的 机油股进场追捧 最三大值十五高盖高走 上升作收 以上是星期三情况 风红卫视旁者纽约报道 在印度和美国风沙抖音海外版TikTok之后 由法国媒体披露 法方也展开了针对TikTok的调查 根据来自法国世界报的消息 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海外版TikTok 在印度和美国受挫后 在法国也开始被关注 文章指出 法国信息管理与自由委员会同世界报确认 在今年5月收到了一起 针对TikTok的有关要求删除视频的投诉 经过调查后 根据欧盟有关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他们要求投诉人自己首先应去和TikTok进行维权 而这是投诉人事先没有去做的事情 文章还指出 法国信息管理与自由委员会的调查范围和权力 远比这起投诉要广 还将涉及到个人信息的问题 权力行使的方式问题 像欧盟之外的数据流动问题 以及针对未成年人所采取的保护措施 总之就是要调查TikTok是否完全遵守了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而如果没有监管机构可以有权对TikTok开出最高2000万欧元的罚单 约占其营业额的4% 另外文章还提到欧洲对于TikTok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例如荷兰丹麦的信息管理与自由委员会也对于TikTok展开了调查 而TikTok方面则表示将会配合法方展开调查 并强调公司优先考虑的就是保护用户的隐私及安全 凤航卫视 金亮 法国 巴黎报道 在印度疫情封国期间 当地的失业率在4月份达到了27.1%的历史新高 近期随着政府放松封锁措施 不少劳工也纷纷回到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但仍然有很多的中小企业收入大减 不知道何时才会恢复正常 印度新冠疫情在3月至6月爆发期间 有640多万移民老公从大城市回到家乡 随着政府开始放松疫情的封锁线之后 经济活动慢慢恢复 这些移民老公也逐步回到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发布的数据 印度当前失业率从7月份的27.1%的历史新高降至11% 但是挑战还是很大 数据显示 6月份印度就业人数为3.73亿 而寻找工作的人数为4.61亿 那些人 Cars黑人将 woh走 么为饭或设 categories 或工程区公司或 Molt企业 和在公司的上型企业 中人联合演 印度各地的帮政府为习纳从大城市返乡的一名劳工 推出了原本国大党政府所创立的生雄干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 德里首席部长阿温德·凯吉利瓦尔近日也设立了一个就业网站 呼吁凡是从德里返乡的劳动者都可以报名 这些计划所创造的职位主要来自公共技术设施建设 而对于大批返回家乡的劳工来说工作机会还是很少 中央政府推出的一两字财政计划大部分是针对微信和中小型企业 但是这些企业尚未从疫情造成的冲击中恢复过来 根据一项调查有三分之一的中小企业在过去三个月收入下跌了超过百分之五十 而有六成多的企业无法支付雇员们的全部公司 他们也表示难以预计业务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 凤凰卫视商经军印度新德里采访报道 南非国营航空公司常年亏损 政府制定的商业救援计划 全约资金迟迟没有到位再次搁置 有专家表示国际航空业务在新冠疫情影响之下 人未复苏也使得投资者却步 南非航空公司属国营企业 但在2011年开始就一直亏损 近日更因新冠疫情 而大受打击 南非政府公共企业部长和财政部长 上月推出商业救援方案 计划成立新的南非航空公司董事会 人民一个临时管理团队 并有说商业银行提供五十三亿兰特贷款 但商讨多日后 救助资金迟迟没有就位 救援计划被破搁置 SAA's dealings are directly linked to international aviation so there's no move at the moment to increase that based on the numbers we're getting from COVID-19 so SAA's investors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return of investment of any sort or the income and revenue that it will be generated will really be generated from international aviation 据消息人士表示 商业银行认为政府担保不足以确保资金安全性 所以未对政府请求做出积极回应 南非航空公司有86年历史 今年英国立不上限于财务危机 虽然南非政府立足挽救这家大型国营企业 但这次巨原方案再度出交 加上新冠疫情持续严峻 航空业复苏无期 南非航空公司仍未能摆脱倒闭的命运 黄石萨伊德 南非约翰尼斯堡报道 休息一下回来看专线打官 欢迎回来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法国刚刚结束的夏日打折季惨淡收场 近八成的商家对搜索业绩失望 法国2020年夏日打折季力度颇大 不少商家在第一周就打出了50%到60%的折扣 这是往年在打折季后期才会有的力度 尽管如此 法国民调机构调查结果显示 法国消费者对本季度的打折季持谨慎态度 54%的法国人放弃打折季购物 或减少了消费预算规模 有近八成的商家表示 本已受到封城禁足影响的经营状况 并未在打折季期间有所改善 对于法国服装及时尚行业来说 在疫情较为严重的几个月内积压的库存 未能在打折季期间得到甩卖和清仓 即使打出高达七成的折扣力度 也难以挽救陷入困境的服装业 此外 法国政府强制推出的口罩政策 也减少了客流量 而非欧盟国家赴法国游客数量的锐减 更为法国奢侈品业带来冲击 鉴于新冠疫情 竟然在法国有反弹趋势 进一步使得消费者购物热情解弱 对于法国的非食品零售业来说 如何减少库存 增加现金流 在疫情中提振消费者的购物热情 是关乎法国经济复苏的关键 方卫视 李明威莫也 法国巴黎巴导 欧洲多国的新冠疫情反弹 挪威在上周录得4月份以来 最多确诊病例之后宣布 对荷兰 波兰等多国入境的旅客 实施10天的隔离措施 而西班牙则是出动了军队 在过去一周疫情高企的城市 萨拉哥萨 兴建临时医院以及隔离设施 准备一旦 医院爆满时投入使用 为防范第二波新冠疫情爆发 西班牙军方应萨拉哥萨市政府要求 在当地总医院外面的停车场 架设临时医院及隔离设施 以便医院病床一旦不复应用 能够投入使用 这些临时设施 预计到14号就准备就绪 西班牙的新冠疫情一度受控 但近期东北部及中部的疫情持续反弹 位列第五大城市的萨拉哥萨 过去七天一共有242人入院 32人死亡 是全国疫情的重灾区 首都马德里的华纳公园则是另一番景象 这个西班牙最受欢迎的主题公园 因为疫情关闭了几个月 上周重开 不过入场人数有所限制 确保足够的社交距离 游客入场时也要洗手 乐园方面就加强消毒 游乐设施在每一批游客玩完之后 都要重新消毒 乐园希望借此能够挽回夏季的生意 北欧的挪威宣布 由于本国及其他欧洲邻国疫情反弹 决定对荷兰 波兰等五个国家的入境旅客 重新实施十天的隔离措施 挪威早前已对西班牙 法国等国的旅客 实施类似的强制隔离措施 人口只有540万的挪威 确诊个案至今累计接近1万起 其中250多人死亡 上周录得357起确诊个案 是4月以来的新高 令当局不得不暂缓放宽防疫措施 同时呼吁国民暂停外游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英国苏格兰在12号发生火车 脱轨事故造成 包括列车司机在内至少有3人死亡 另外有6人受伤送医 现场是苏格兰东北部 阿伯丁郡的斯通黑文镇附近 脱轨的列车 其中一节车厢完全侧翻 彻底损毁 另一节车厢滑落在山坡上 大批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搜救 事发在当地时间上午6点多 列车当时正由阿伯丁郡 驶往苏格兰最大城市哥拉斯哥 出事之后 有目击者从远处拍摄到 事故现场上空升起浓烟 警车 消防车 救护车 和救援直升机参与救援 斯通黑文近日遭到洪水袭击 从铁路部门提供的画面可见 路轨严重淹水 据悉当地前一夜曾经下过大雨 并发生山体滑坡 英国运输大臣沙普斯也对当地的恶劣天气表示担忧 铁路事故调查委员会正赶赴现场了解事故原因 苏格兰大臣斯特金形容这起事故极为严重 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发推文 表示为阿伯丁发生的严重事故感到难过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 土耳其在10号派勘探船到地中海东部海域探勘能源 希腊和土耳其一直在这片海域存在主权争议 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 根据土耳其官方发放的视频显示 土耳其的勘探船与两艘辅助船在军舰的护航之下 在地中海进行能源勘探 勘探活动将会持续到这个月的23号 而希腊则是声称此举违反国际法 敦促立刻撤离船只 希腊和埃及早前在6号签署协议划定两国海域范围 而此举激怒了土耳其 土耳其国防部在12号表示 希望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端 但会坚决捍卫在争议海域的权益 欧盟将会在14号召开特别会议商讨局势 谢谢收看 祝你一天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见